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 我想就2022年的全球经济形势 特别是如何理解中央经济会议 关于202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更趋复杂严峻不确定 谈几点看法 首先 我们怎么样看待2022年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 有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预测的数据 现在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MF 对2020年22年全球经济的预测 还是去年10月份的数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9% 其中 中国经济增长5.6% 美国经济增长5.2% 中美两国是支撑世界经济在2022年实现4.9%增长的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在2022年1月份 更新了他对2022年全球经济的展望 下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 世界银行认为呢 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1% 中国经济增长5.1% 美国经济增长3.6% 这是世界银行在今年1月份刚刚颁布的 他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 国际货币金组织将在1月25号发布最新的关于2022年全球增长的预测 根据全球经济目前发展的现状 参考世界银行发布的相关数据预计 国际货币金组织会在去年10月份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的这个基础框架上做微调 也就是向下调整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 具体的数据我们1月25号可以看到它的公布 现在的关键对全球主要经济体而言 最关键的是要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 而且这个挑战仍然非常严峻的情况下 有序的推进经济的复苏的进程 去年12月中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 2021年我们全年GDP的总量已经达到114亿人民币 这是在非常挑战的情况下 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 全国人民同心协力 艰苦奋斗取得的重大的成绩 在这个基础上 2022年我们要坚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稳增长调节构 惠民生防风险 来推进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的向前发展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强大的韧性没有变 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5%到6%之间 我们要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方针 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平稳持续的向前发展 同时要妥善应对外部更去复杂严峻不确定性的挑战 我想2022年外部对中国经济挑战 就经济因素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发达国家货币政策 特别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政策调整 其外溢性影响 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 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 尤其值得重视 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近期特别提醒 其新兴市场国家的成员 要高度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 美国收紧货币政策 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溢性影响 我们应该清醒的 准确的来判断 此轮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整 其力度 其规模 其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外溢性影响 要高过上一轮 也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实施极度宽松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它从2014年开始进行调整 但是它当时的调整过程 持续了长达四年的时间 我们要从历史回顾来看 来认识本次本轮 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调整的力度规模 及其影响 怎么样做比较 首先我们看目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已经高达8.77万亿美元 它的这个规模是2020年3月15号 美联储当时的资产负债规模 是4.16万亿美元 这个规模 大家可以看 已经超过了1.3倍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货币政策调整 是基于美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包括从就业 从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改善 这些积极方面的因素 也就是说它的现在的就业水平 达到了失业率水平在4%左右 可以说是一种充分就业的状态 但是在另一方面 美国去年12月份 CPI的指数 也就是通货膨胀的指数 已经达到了7% 40年来的历史高位 在7%这种通货膨胀水平下 那么美国的这个 刨出敏感性的能源和食品物价因素之外 它的核心 碰胀率 也就是去年12月份 已经高达 5.5% 5.5%的水平 而美国现在的利率水平 是0到0.25 同时 每个月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债券购买量 是1200亿美元 当然 它从去年10月份开始 已经每个月减少150亿债券的购买 其中100亿是美国国债 50亿是有抵押的企业债券 所以去年最后两个月 它已经减少了购买量300亿 所以现在美国联储每月的货币购买量 这个债券购买量是900亿美元 900亿美元 那么它这个政策调整的过程 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回忆 在2020年3月15号 美国联盟储备银行 把利率降为0到0.25的同时 开始实施新一轮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也就是刚才讲到的 每个月美联储购买1200亿美元的债券 其中800亿是美国的国债 400亿是美国的有抵押的企业债券 这个过程就使得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从当时的4.16万亿美元逐步的膨胀 直到今天达到了8.77万亿美元 而且尽管从去年11月和12月 美联储已经开始每月减少150亿债券的购买 但是资产负债表的这种膨胀 仍在继续预计有可能达到9万亿美元的水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特别是7%的通货膨胀水平 对美国的经济学界可能更严峻的 就是这个7%的通货膨胀水平将持续多长时间 美联储内部是有过激烈的辩论的 而国际社会也在密切的关注 美联储在为了延续和延长这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大家还清楚的记得 在去年在2021年初 他把衡量物价水平的警戒线2% 从原来盯住2%的绝对值调整为相对值 也就是一个2%的区间 在一定时间内的2% 他就为来在一定时间内放缓调整货币政策释放的空间 也就是从一段时间内要衡量 要观测 但是从大家看 这个美国的物价水平 在去年第四季度是逐步快速上升 10月份 11月份 10月份 10月份6.5 10月份6.8 12月份7% 更为值得警惕的 就是美国联储的一个重要分支机构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他的这种研究报告公开表明 他们预测在一年之后 也就是2023年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仍然高达6% 三年以后 也就是到了2025年 他的这个通货膨胀率 要维持在4%的水平 这就说明了 美国的这种通货膨胀率 不再是一个短期的 单纯由于 这个疫情而导致的 它是一个持续的 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严重影响的 一个经济指标的警示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国内出现了一种严重的辩论 也就是是否要继续按照原来设定的节奏 来逐步的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还是突然转向加快调整的步伐 尽快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 进而缩减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资产负战表 出现了激烈的辩论 从目前看 后者占据了上风 因为在去年的第一季度 美联储的立场表明 他们在2023年底之前 不会调高美国联邦的基准利率 2023年底之前 所以这个他们当时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政策立场 但是从近期美联储的会议内容透露 他们对立场进行了重大的调整 也就是说在2021年10月份 他的美联储会议决定要逐步退出债券购买 每个月退出150亿 这个基础商在今年1月份 会议又进行了一个加倍的调整 也就是每个月减少债券购买量到300亿美元 也就是说每个月减少美国国债购买200亿美元 减少有抵押的企业债券100亿美元 这样每个月300亿美元 那么每个月300亿用三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在今年的3月份 将完成美国联储备银行每月1200亿 购买债券的总的规模 因为去年最后两个月已经减少了300亿 那么300亿加900亿 1200亿到今年的3月份 将全部停止债券的购买 预计那个时候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将达到9万亿美元 问题就来了 在此之后 美国的这个什么实现体律率 现在的他们基本立场已经明确 不是2023年底之前 而是要在完成退出宽松 退出这个债券购买以后 立即执行提高利率的进程 也就是开始利率正常化 那么预计第一次提高利率 25个百分之点 那么时间就是3月份 随后全年可能要一共提息3到4次 当然即使它提高4次利率 他们按照每次提息25个百分之点算 那么也就是到1.25的水平 相对7%这个通货膨胀率 美国仍然是严重的负利率 实际的负利率 但是更具挑战的是 美国的这个资产负债表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削减 那么美国资产负债表的削减 就是从8.77万亿的水平 来削减这个资产负债表 上一轮它原本要把美国资产负债表 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削减到3万亿美元 但是因为疫情 它不但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而且现在是扩张到了8.77万亿 在这种情况下 美联储首先是退出债券购买 接着是提高利率 更严重的一步 对资本市场 全球资本市 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是 它缩减资产负债表 也就是说 它要把它手中持有的债券卖出 把资金回流 那就严重的抽紧美元的流动性 它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 是非常严重的 一次同时 我们要关注欧元区 欧阳行的货币政策 欧阳行已经明确宣布 今年3月份 1.85万亿欧元的紧急 应对疫情紧急购债计划 它要停止执行 当然常规的这种购债计划 还要继续执行 但是影响和调整如何 我想他们也在关注美联储的变化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美联储货币政策 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 金融市场的影响 值得我们高度关注